接下来我们会在南京遇到谁呢 他们在南京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围读精灵文书 品读四文江南 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首档经典文本 唯独节目四文江南 本期呢我们将遇到北望神州的主人公 辛契吉 李建工说一下 你这次选择了辛契吉这个人物来进行演读 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对这个人物有一些什么样的认识 原来吧 对于古文吧 其实了解不是很多 尤其是辛契吉都停留在课本那些 有些词很熟悉 但是我没记得作者是谁 这回看原来全是他 六百多首 这太可怕了 这样你考考他们好吧 你说上句让他们几个 哥几个说下句 行 那我先考欧阳老师 道花香里说丰年 道花香里说丰年 听曲蛙声一片 可以啊 对了没有 可以可以可以 我都为我自己鼓掌 说得太好了 还有连坡老矣 尚能犯否 又鼓掌 可以可以 你考他两个 你赶紧考宗汉 好好考宗汉 考宗汉 别难的 不难不难 你给欧阳老师太简单了 不难不难 肯定比我这个还要简单 一点都不难 少年不识 太简单了 爱上层楼 为父心词 抢说愁 而今识尽愁自卫 欲说还修 却到千两好个秋 你给我的也挺简单的 所以说这个 星际级的词 都是挺快至人口 泰生老师对传统文化 颇有研究 不干不干 给他弄一难 你看这不说话的 就要出最难的 太简老师 您听好 来了 天下英雄 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中谋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给他再来一个 默然挥手 那人却在 这不叫提 这不叫提 我把我这个 这完全不叫提 北方人兴气急得 大半辈子 都生活在江南 所以他自称呢 是江南游子 在南京啊 有这么一个地方 他和新气急呢 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那就是赏心亭 他三次登临赏心亭 留下了三篇千古的绝唱 我们请潘老师 跟我们来说一下 新气急跟南京之间的关系 新气急之所以是江南游子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 他想打回老家去 他始终觉得我不能算江南人 我是山东人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靖康支持已经13年了 北宋已经没有了 济南呢 他已经是等于是轮选去了 他肯定不想接受金兵统治 所以21岁呢 他开始起义 他想回到南宋嘛 然后南归的六年以后 第一次到南京 写了他的第一首词 然后呢 他又到安徽的楚州 当了几年的一个小官吧 南归的第12年 他又回了南京 在春天写了第二首词 在秋天写了第三首词 所以实际上 咱们看到的三首词呢 是他在六年之内写的 那么这三首词 其实主要就写的 他的一个江南游子的心情 本来他生在三国呢 他应该是个英雄 三国时候那些英雄 都是可以叱咤风云 可以实现自己人生报复的 但是很不幸 他生在了这个宋朝 宋朝呢 政府是不想打回北方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一个路由到去世 都是家继无望告乃翁 到了他也是 把栏杆拍遍 始终坚持 我就是个南方的过客 我不是归人 李健跟我们说一下 这次演读新纪集哪些片目 几首豪放词 分几个年龄段吧 有青年 中年和晚年 第一首是他的字述 美情实论 二十几岁的时候 洋洋洒洒地写了几篇论文 就是上奏朝廷 怎么去打败经国 怎么收复国土 但是一直没被重用 到了三十几岁 写了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部楼 还有水龙吟 把吴沟看了 栏杆拍遍 无人会登陵 登陵 着急 我觉得 对对对 就是那个感觉 真是着急 没有人理解我 没有人能体会到 我心中的这种 收复国土那种感情 特别着急 到了晚年 六十几岁了 依然还在坚守 心中的理想 他那句 平生在北江南 归来华发苍延 我觉得读起来 我心里就特别感人 他有一种苍凉感 苍凉感 特别无奈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 打开经典 聆听西气集的 北望神州 臣之家事 寿产济南 贺国厚恩 大富臣赞 披武鲁官 非其智也 没退时 折引臣辈 登高望远 只化山河 路人平陵中下 臣子丝绸果齿 普天率土 此心未尝一日望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 北孤龙 天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准长江 滚滚流 初天千里青秋 水随天去秋无济 遥称之后 遥存远目 献仇共恨 欲三罗继 落日楼头 断红生理 江南游子 把乌河看了 朗杆拍遍 乌人会登林役 修说颅鱼鱼堪 尽西风 尽应归位 求天问社 怕应修建 流浪柴气 何处流言 忧愁风雨 恕有如此 请 何人唤许 红金翠袖 问 阴雄雷 你 醉离 小僧罕见 你 旺回吹角莲莹 八百里奔回夏至 吾诗仙帆 塞外生 杀场秋点兵 对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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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间自语 平生在北江南 未来 华放苍眼 墓碑秋霄孟绝 眼前万里江山 李建言过很多现代的军人警察 硬汉 这次演一个古代的山东老兵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过瘾 因为我是军人家庭出身 所以从小对军人 还有军装就有情结 原来的梦想也是当兵 但是机缘巧合就做了影视行业 做了演员 所以对军人身上那种责任感 使命感 英雄主义 还有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一直是我所追求 也向往的 也演过很多军人 虽然没穿上真正的军装 在戏里过了军人的瘾 比如现实生活中真实的 有跨国鸭陆江里的傅重碧 大决战里的朱叶将军 还有李先念 他身上是有军人气质 他有这种军人气质 很遗憾没演过古代的军人 这次算是把梦圆了 所以这是第一次你真正演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感谢傅恩江南 感谢 李健演读了新积极的作品 最著名的就是水龙营 我们请小丹老师为我们来赏戏一下 新积极这个人的特点是 气大 才高 学养丰富 而且富于现实能力 新积极其实和曹植 李白是同一种人 但是曹植 李白的现实能力是很差的 而新积极的学养和现实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我们看新积极的词它有一个特点 牢骚不平 所以你在新积极的词里面不太看得到那种什么 凄凉啊 那种悲愁啊 那么这首水龙营 它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扩大的境界 说楚天千里清秋 水随天去秋无几 它讲的是整个的江南 不是讲的是它眼睛看出去的 南京的一点点的地方 下面很有意思 它说 摇层远目 献愁共恨 欲簪罗记 它从这个赏心亭看出去 江对面的山 有的像这个女孩子头上戴的簪子 有的像发际一样 可是它中间非要讲一句叫做献愁共恨 就是这么美妙的景色 都把它心里面的那种 愁绪和遗憾 一点一点地拱出来 星期集说 因为我的家乡在北方失落了 陷入在惊人的手中 我流落在江南 我一辈子就做游子了 除非我们收复了北方 我才能够丢掉我的这个游子的身份 无沟看了 无沟是什么呢 就是短见 唐代理贺有诗 男儿何不带无沟 收取观山五十周 可是星期集 他拿着他的无沟的短见 没有办法去收取 这个北方的河山 我空有宝剑 空有壮志 我把它看了遍 可是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他说是无人会登灵异 他不是文人的那种孤寂落寞 而是英雄无旅 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南京它作为这个江南的最北方 人们站在南京 特别是南京的长江边上 在这个金陵北望 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 一种对于这个家国天下的整体的感慨 我觉得它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地理的位置 李健在电视剧《狂飙》当中 演了这个《理想》这个角色 虽然他们一个是惊人 一个是古人 一个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一个是虚构的人物 其实这两个人物 都有它的这种复杂性 和这个真实性在里头 我觉得《理想》和《星际集》 他们两个人身上有个共通的特点 就是他们有一种力量感 先说《理想》吧 很真实 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 刚刚步入社会 一股劲地奔着《理想》而去 但是过程中可能有些人会走弯路 有些人甚至会走错路 但是《理想》没有 它虽然有它的缺点 但是最终还是用自己的生命 捍卫了心中的底线 最终是捍卫了心中正义的光芒 再向《星际集》 十几岁就受这个祖父的教育 就是要收复国土 趁着考试的机会 到敌军去探听密报 比如说人口 部队的部署 地形 一直到六十几岁 还在坚守自己的理想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霸生 我听说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临终之前 嚷了三句 就是杀敌 杀敌 杀敌 我觉得他们身上的这种坚守 这种韧劲 是能给人力量的 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其实你想这个 朱熹死了之后 金琪琪给他写的几句话 所不休者垂万世明 孰未公死 玲玲游生 其实他虽然是写给朱熹 其实也是写给自己 所以这样的一个 顶天立地的人物 咱们说到星期集 我有时候想 可以用现在的流行歌曲 先给他下个定义 叫大宋第一孤勇者 大宋第一孤勇者 大宋第一孤勇者 怎么讲 就是他确实是勇猛非凡 五十人冲五万阵 那二十三岁的时候 带着五十人 冲进五万人的兵营里 把叛徒给抓回来 游有有谋 我很佩服 这个大概算是 他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吧 对 高光时刻 所以他是像现在 流行歌曲唱的 《孤勇者》 那么这里面 首先一个 跟他的祖父有关系 当时济南 他已经是轮选去了 他的祖父就成了 这个金国的干部 但是他的祖父 也尽了最大的力量 去帮他 比如说给他讲 怎么样还回到故国 怎么样再打回家乡去 怎么样解放自己的家乡 对他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我觉得新积极这个很有意思 虽然他出身在一个光幻之家 可是他竟然愿意降低身份 参加耿京的这样的一个 草扣的体育圈 所以他当时这种思想是什么 就是他一门心思 我不管怎么做 我就要光复 或者收复我们的师弟 对 因为他是沦陷区 沦陷区 这个时候他又不愿意 接受这个县史 所以他一定要还回到大宋 但是他回来以后 叫归正人 就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回来了以后这么多年 始终就是小官 安排在那儿 安排在那儿 蹉跎一身 听说他12年里 换了13个岗位 这个工作 换来换去 就是到不了 自己最喜欢的岗位上 是不是新积极 就是因为他这个归正人的身份 始终不能得到皇帝的重用 他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他回来以后是 这个奸细还是真正的归正 是吧 谁也不敢相信他 还有一个就是 他回来以后 像岳飞 他有他的整个的一个队伍 那你新积极是一个外乡人 你带兵 坦率说他也带不了 他不可能得到重用 好像他建了一支自己的队伍 团练 但是他是等于民兵性质 跟岳家军不能比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我有时候想 这个你看陆游 他爱国写的都是诗 新积极爱国写的都是词 但新积极呢 因为他参与了具体的作战 他可以用词这种方式 来具体表现它 他老提这个吴沟 包括这个最理挑端看剑 我说这个剑 怎么能给它用上 昨天我就想 要不来一段剑怎么样 可以啊 我来跟导演建议 你说你给我准备一个道具吧 剑 没有剑 但是我不会 我就在网上扒了一段 但是在宾馆里又没有剑 就找了个长的 找了个鞋拔子 自己 屋里练了半天 当然今天到现场也练了一会儿 把这段算是加进去 我看新积极 他虽然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他好多词 其实写得很细腻 有的很浪漫 有的很田园 但是给我的这几段里吧 全是豪放派的 全是忧愁 忧国忧民 老师 我觉得好像表现形式有点单一 我就在想 明天再加点 你现在就来一首 它那个浪漫的嘛 我首先在想 在这几段里怎么表现好 我觉得这是会舞里头 写词写得最好的 写词里面 那我说是最高的 我其实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想请教一下小丹老师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特别想知道 就这个 就那个人 他到底是谁 我一直好长时间就想知道 他到底是虚拟的 还是想象中 或者是真的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 其实是不是这个从古之际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对 如果说一个简单的回答 那么它是虚拟的 因为我们读词和读诗不一样 在中国古代 词和诗是有不同的文体分工的 所以词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两种 一种是代言体 就是我替人家写 那个人是谁不知道 我虚构一个人 然后我帮他写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直言体 直言体就是那个词里面的那个人 就是我 所以那个什么 布辈秋霄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那个我就是星期几本人 那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最粗略的区分 豪放词一般都是直言体 但是婉约词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代言体 所以我们看这个古代的写词啊 特别是写这个爱情词 大部分是代言的 我觉得这一句对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感受 为什么 可能作者当时没有这个意见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悟道的境界 可能有一个巨大的超越的时候的一个境界 就像中国文化讲的说是 有三个境界 也有讲的是第一个是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第二个是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最后是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就像我们演戏一样 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学表演的时候 可能要学一些技巧啊 包括一些基本功啊 那慢慢慢慢地后来呢 到了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演技只是一个手段 就像我要到彼岸 实际上这个船是一个工具 它不是目的地 最后还要进入一个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的这个境界 可能没有技巧了 完全合一了 那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 众离轩塌千百度 木然回首 可能有一个顿悟 我觉得这对我是有很深的这个影响 这就是苏东坡讲的这个 庐山燕与浙江潮 他对这个事物 对人生有一个悟道 欧阳奋强 你喜欢《新奇迪》身上的一种 什么样的这个特质 我比较欣赏的呢 是他的那种自我调侃 怎么讲 为什么我喜欢呢 是我没事吧 我就喜欢自我调侃 对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我怕调侃别人吧 怕别人生气 没得调侃了 拿自己开算呗 就自我调侃 对 你比如讲啊 有首词 是写他喝醉酒了 那种 喝醉酒了 对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 我醉何如 只宜松动药来福 以手推松约去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幽默的 就这个星老师呢 昨天晚上呢 可能是大碗大碗的喝酒 喝多了 就醉了 刚好呢 对着他的旁边呢 有一棵松树 他呢 在迷迷登登的时候呢 他就误把这个松树呢 当成了一个人 他以为这个人呢 要来扶他 要明天喝醉了 先生 我来扶扶你 他把手一推 不用你扶 我自己知道早 推了一把以后吧 摇摇晃晃的 就消失在了夜幕当中 你喝醉了 是不是也这样 我刚要问 真的 我真是 我有一次喝醉了酒啊 怎么回到家 我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吧 是一阵风 把我给吹醒了 我醒来以后呢 是躺在这个 我们家的花园的 草坪当中的 然后您太太就 插着腰站 是不是这样 后面的 不表了 刚刚演读当中啊 有一首清平乐啊 它也是星期一集的 这个作品当中 非常不一样的词作 又是老鼠 又是蝙蝠 小丹老师 跟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首词 在星期一集的作品当中 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非常喜欢这首词 对 我们简直不能想象 词的历史 从它开始的时候 婉庄出了鸣鸡血 那样的美 现在变成这种 绕床基数 蝙蝠翻灯舞 这个样子 一般来说认为 根本就不是美的内容 怎么会写到词里面去 那这首词 它其实是一首 特别低开高走的词 上半首呢 欲结盘旋 下半首呢 大开大合 这个时候 他大概四十六七岁 隐居在戴湖 一个小破庙里面 晚上连老鼠 都想要去爬到 他的这个床上去 完全就是一种 虎落平阳 被犬欺的感觉 但是呢 星期几 他写这个凄凉啊 他写不下去的 他很快就翻起来了 所以他第二句就说 屋上松风吹几雨 破纸窗间 自语 原一张破窗纸 他都要挣扎地 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他前半首 是非常地这种欲结的 可是到了下半首 他就说 平生赛北江南 归来华发苍颜 这里面除了心酸 还有另一部分 就是爽力 就是我这个一辈子 赛北江南 颠沛流离 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所以我这个人生 是一个非常非常 精彩的人生 最后我回来 我什么东西 都没有剩下 没有问题 因为我一生 已经经历了 赛北江南这样 那最后说 不被秋霄梦觉 眼前万里江山 就哪怕他到最后 那么边缘的时候 睡着了之后 半夜眼睛一睁 看到的还是 无限开阔的 这样的万里江山 好像他根本就没有 经过一辈子的 这个颠沛流离 还是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 所以这真的是那种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 这种老英雄的感慨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首词 说得特别好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李白说呢 凤凰台让凤凰游 凤去太空将自流 刘雨虚说呢 就是王谢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杜沐有南朝484 多少楼台言与众 就是从古至今 诗人们在南京 总是怀骨赶怀 我想问一下潘老师 为什么古代诗人 总是在南京怀骨 跟中国文人 总是怀才不育的 这个总的状况有关 但是也跟一个 特定的东西有关 就是南京这个地方 历史给我们规定的位置 它就是怀骨 六朝文章晚唐诗 而且更重要的是 比如说 有些没来过南京的 像刘雨昕 大家都记得 刘雨昕写的 《金陵怀骨》 其实刘雨昕 写《金陵怀骨》的时候 她在安徽一个县城 当小官 她没有到过南京 但是南京的 怀骨的那种这个风格 那种气氛 已经把她感染了 所以其实这次来之前 我也有点小激动 因为我们在南京呢 坦率地说 很少讲心忌忌 但是今天我倒觉得 确实是 辛吉吉也是南京的 一个地标 如果没有了这三首词 我觉得南京的怀骨 它也就没有了 很厚实的基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南京的怀骨 和辛吉吉的怀骨 是相得益仗 谢谢潘老师 也谢谢各位的这个分享 虽然辛吉吉 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么多年 可是因为它的诗文 我们依然可以跟它 相识相知 也更应该知道 它也是在沙场 厮杀过的这么一个 争争而朗 接下来我们将遇到 《红楼一梦》的主人公 曹雪芹 我想问一下其他三位演员 你们是最早通过什么途径 来接触到《红楼梦》 我最早是看过一版 电影版的《红楼梦》 就是乐剧电影 《红楼梦》 。 要是 声音小马 不为 眼前转眼 我来靠近的乞丝 当时年龄比较小 就觉得那个电影版的《红楼梦》 悲剧很压抑 后来就看欧阳老师那一版 我觉得就是刻骨铭心的 真正的歌对我 我觉得接触产生影响的是 2005年我回过头来又重新去 读《红楼梦》的时候 就对于这个自己的生活 产生了一个反省 就觉得这个 好像这个《红楼梦》真的是 一部这个借鉴 修真的一个过程 特别是演员经常演各种角色 每演一个戏好像也在梦中 回过头来又觉得自己的生活 这可能比戏当中的还梦幻 宗漢是通过什么普京最早接触的《红楼梦》 那肯定是二爷这部 还是 甚至是大爷 那个宝哥哥那部八七版 八七版的《红楼梦》 我最喜欢的最后一集 你一个脚入镜 然后宝玉在雪地当中走向远方 那个 因为我比较喜欢大喜大飞的 就是这种这种戏剧题材 然后画外音 你方唱吧 我登场 凡人他像是 就这种朗诵方式对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宝玉 可能才真正是她的自己 那个时候您和宝玉已经融为一体了 就真的是她的自己 我特别喜欢那个结局 就《红楼梦》里 它所有的人物关系串联在一起 让你看完一集再想看下一集 李健呢 我们这一代接触四大名著 有些《红楼梦》的时候 那时候小 只能通过电视剧 然后每天晚上看着爸爸妈妈看 然后看也看不懂 也不让你看 对啊 你是八一年的 八七版你才六岁 对 只能是寒暑假 然后到了寒暑假 就把这有限的时间 就全给休记了 对 所以再往后接触 就是上中学的时候 课本里头有林黛玉进贾虎 当时是第一次接触文字版的《红楼梦》 当时就觉得天哪 就写得很细腻 不管是场景描写 还是人物描写都很生动 然后这个贾宝玉 刚出厂一会儿就换了两套衣服 很富贵的这个 所以就觉得原来名著这么好看 今天宝儿爷在现场 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有个想法 是不是请宝儿爷在现一段 《八七版红楼梦》当中 宝玉初见待遇的那段台词 我首先申明一下 这词不是我说的 是我张的口型 我们《八七版红楼梦》的所有演员 只完成了塑造人物的一半 因为那个时代 它全部是配音 对 给贾宝玉配音的是曲家 这个妹妹 我见过 黛玉是贵州省话剧团的 张凯玲老师给配的 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 虽然淘点气 说是对姐妹们是最好的 我们是两个人 共同塑造了一个完整的形象 所以你想 从八七年到现在 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宝儿爷自己 读这段台词 我试一把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 掌声鼓励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 虽未曾见过她 然我看的面善 就算是旧相识 今日只做久别重逢 你未为不可 我觉得是袁生 就是袁生 我刚才听的时候 我是闭着眼睛听的 我也是 是吧 向袁生是吧 我袁生向您 我向袁生 我袁生向您 不是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我知道这个欧阳奋强 其实有一段时间 很抗拒别人跟你说 你是贾宝玉 可是最后你还是妥协了 我记得八七年 播《红楼梦》的时候 当时的收视率是 百分之九十七点多 也就是说 几乎家家户户 都在看《红楼梦》 但那个时候 传播的剧也很少 突然就大家就记住你了 其实呢 在我的心目当中 一开始就觉得 它不就是一部剧吗 你不就是演过一个角色 而已嘛 这件事情呢 早就该翻篇了 所以那么多年 我一直非常反感 别人叫我贾宝玉 对 但是呢 几十年过去了 怎么回避呢 回避不了头上 这个贾宝玉的光环 就我演了四十年了 贾宝玉了 我这两年 才开始接受她的 你就跟她和解了 和解了嘛 握手言欢了 我就感觉吧 这是一份殊荣 不是每个人 在人生当中 都能遇到 这样的一件事情 塑造了这个角色 而且被观众认可了 其实你发现吧 《红楼梦》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现象 你看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那时候有乐剧《红楼梦》 从舞台变成了电影 到八七版的电视剧《红楼梦》 后来谢体迪导演 又把它搬上了大荧幕 李少宏导演之后 又拍了另外的一个版本 每一次的搬上荧幕 或者搬上舞台 都会引起大家的热议 同时你看台湾的两位作家 白千勇先生和蒋勋先生 他们讲《红楼梦》 也会引起很大的波澜 所以小达老师 你在这个大学里边 教古典文学 你从自己跟学生的接触当中 你感觉现在的孩子们 还喜欢《红楼梦》吗 我们每年的本科毕业漏文 以《红楼梦》作为选题的 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他们喜欢《红楼梦》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红楼梦》这个作品本身 对人的尊重 就是你是任何一个样子的人 你都可以在《红楼梦》中间 找到一个你自己生活的 一个投影 你可以看到你被理解 被共情 那很多的人 他们其实在生活中间 没有这么多的机会 以自己如实的样子 来被这么细致的了解 所以这也是他们喜欢 看《红楼梦》的一个原因 可能还有一个 是《红楼梦》本身关注人的 一些基本问题 爱情 生命的意义这些 那这个也是年轻人 关注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请求安老师 再给大家演读《红楼梦》当中的 一个经典的段落 《宝代独西乡》的段落 有87年到现在36年 36年了 你是不是还记得 当年跟陈晓旭一起 拍这么一个段落的情景 记忆犹新 仿佛就在昨天 86年的3月份 我们在这个杭州西湖 曲愿风和的那个场景 拍的这个这个 《宝代独西乡》 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是我有私心 因为那场戏一拍完 剧组就要放半个月的假 我们就可以回家 可是呢运气不好 老下雨 就所有在杭州的戏都拍完了 就天天就等着桃花开 老不开老不开老不开 一百多号人耗在这 对吧 后来呢 我就给导演出了主意 我说您看您能不能 在这个苏州 就是那个捐花厂 对不对 买点假的捐花 对不对 你挂在那个树梢上 你镜头里面也看不出来 这导演一听吧 以前一个小毛孩 你懂什么呢 根本就不料我 知道吗 又等了两三天 说的花开了 说可以拍了 那天是春光明媚 阳光灿烂 我到了现场去一看吧 一半还是挂了绢花 所以其实导演还是采纳了你 采纳了 只是没告诉我而已 对 所以我对那场戏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 聆听曹雪芹的《红楼一梦》 大一日 正当三月中患 早饭后 宝玉 携了一套绘真迹 走到 庆方闸桥边 桃花底下 一款时尚作者 从头 戏完 正看到 落红城镇 只见一阵风过 把树头上 把树头上桃花 吹下了一大半来 落得 满生满疏 满地皆是 戴玉 戴玉问 什么书 不过是中庸 大学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 趁早给我抢了 好妹妹 若论你 我是不怕的 你看了 好歹别告诉别人去 真真是本好书 你看了 连饭都不想吃呢 未真切 林黛玉 把花具且都放下 接书来瞧 从头看去 越看越爱看 不到一顿饭功夫 将十六出 巨翼看完 自觉 辞早进人 余香满口 虽看完了书 却只管出神 心内 还默默祭送 宝玉笑道 妹妹 你说好不好 果然幼稚 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生 你就是那清国清晨帽 林黛玉听了 不觉戴塞连耳通红 灯时直竖起两道 四簇飞簇的眉 瞪了两只四睁非睁的眼 微塞带怒 薄面寒称 你这该死的胡说 决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 我要告诉舅舅舅母去 哎 林黛玉正欲回房 刚走到黎香院墙角上 只听墙内 笛韵悠扬 歌声婉转 唱道士 则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林黛玉听了这两句 不觉心动神窑 呼又想起前日 见词中有流水落花 春去也 天上人间之巨 又将方才所见 西乡季中 花落水流红 咸愁万种之巨 都一时想起来 凑聚在一处 仔细蠢夺 不觉心痛神痴 眼中落泪 这次我们在四分家当中 再读《红楼》 再读《宝代共读西乡》 欧阳奋强老师 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矿位吗 其实我觉得 我们那个时候吧 拍《红楼梦》的时候 还没有真正的理解到 《宝代读西乡》的 更深层次的含义 就我们是一张白纸 交给了导演 那时候年轻嘛 对 完了让导演呢 在这张白纸上面 画他心目当中的 《宝代读西乡》的蓝本 对 那么今天呢 我再读《宝代读西乡》 我就觉得呢 虽然呢 这个表面上看 是两个人通过读一本书 增加了情感的交流 对 但实际上你细想想看 王师浦的《原曲西乡记》 他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呀 崔茵茵爱上了这个张生 在红娘的千真以献之下 撕定了终身 这在当时是多么的大逆不道 完全违背了当时的道德尊神 对吧 那么这样的书 在当时是不允许读的 那么两个人同读西乡 实际上呢 是他们精神上的相通 是他们的观念上的相通 他们同是那个时代的 一对反叛者 从你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二十三回的读西乡 是他们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和进一步沟通的一个气点 其实《红楼梦》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西乡记》 牡丹亭在这个小说里边都出现了 西乡是宝代一起读的 但是牡丹亭是代于自己独自听的 潘老师这个当中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西乡记》进去呢 是心灵的相知 牡丹亭进去呢 是心灵的觉醒 书有两个意义 一个呢是符号 还有一个是精神财富 其实《西乡记》在《红楼梦》里呢 它是个符号 进书给谁 就说明谁是自己的知音 那么彼此一看 都喜欢《西乡记》 那就是朋友知音 所以他共读主要是读了这个符号 在这个意义上两个人是相知了 那这个牡丹亭呢是一个人 一个人呢 他主要是读出了里面的什么呢 心灵的觉醒 你用牡丹亭说 这个良辰美景奈何天 是吧 赏心乐事隋家院 然后这个似水流年 是吧 如花美眷 林黛玉的觉醒 这一回特别重要 林黛玉开始也不知道 我的生命属于谁啊 我的心灵属于谁啊 他也不知道 到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 原来青春只有一次 青春属于我 灵魂觉醒了 我要勇敢地去往前走 跟喜欢的人 一起做喜欢的事 我们说《红楼梦》里头 有这个数百个 唯妙唯孝的人物 我特别想问四位演员 你们各自都最喜欢 什么样的这个人物 首先就是欧阳老师的 《家宝玉》 当然还有林黛玉 那我觉得就是 刻骨铭心的就是说 宝玉他最后出家的 那个那一段后面的悲剧啊 真是就是 永远有那个画面 宗翰呢 虽然宝哥哥坐在我旁边 像做梦一样 但是我要特别实话 是说《红楼梦》 我最喜欢的两位人物是 王熙凤和刘姥姥 我觉得王熙凤首先 他给观众也好 读者也好带来就是 他到哪儿笑声就到哪儿 哈哈哈哈 快点儿啊 哎呀 哎呀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哎呀 你不认得他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 破皮破罗户 男生叫辣子 你呀就叫他奉辣子吧 哎呀 曾经有人说过说 恨西凤骂西凤 不见西凤想西凤 有这样的去描述他 但是他又心狠手辣 对吧 做事很干净利索 可是最后他的宿命 就是一个草席子一裹 就给拖走了 就是我喜欢一种大悲大喜的 还有一个其实刘姥姥 是我最喜欢的 在我小的时候看刘姥姥就觉得 哎呀可笑的一个人物 傻傻的 大黄牙这种 再到我成熟之后 再发现刘姥姥是一个太聪明的 大智慧的 智慧的象征 它真的是智慧的象征 就是有一个章节我忘了 就是在那个宴会之后 鸳鸯出来给刘姥姥赔礼道歉 然后刘姥姥说提前告知我 我就明白了 无非就是给大家一个讨笑的巧 我若在懊恼 那就不对了 多大智慧啊 就这个人 最后他还出钱 去把王熙凤的女儿给救回来 他既有大智慧又善良 其实我也很喜欢刘姥姥 这个欧阳奋强 除了宝玉之外 你其他最喜欢的是哪个人物 我喜欢欧阳奋强喜欢 薛宝钗这个人物 对 因为我当时看小说的时候 我觉得宝钗吧 第一他善解仁义 知书达理 而且温柔贤惠 对宝玉可以说像姐姐一般的呵护她 对 而且她有文才啊 所以当时我看小说嘛 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薛宝钗 我觉得像薛宝钗 其实做老婆也是蛮不错的 对吧 我明白了 你是希望生活中的另一半能够 让你不断进步 对 就不断提升 李健呢 我喜欢林黛玉 为什么呢 看上去很柔弱 就想老想去保护她 在一个心知口快 说话还不失分寸 爱憎分明 这个喜欢的人 像宝玉也就掏心掏肺地喜欢 但是不喜欢的说话也绝不客气 这个刚才几位演员都说了 各自喜欢的这个《红楼梦》当中的人物 其实《红楼梦》当中不只有诗词歌赋 各类服饰江南结俗 还有各类精致典雅的饮食的描写 那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南京大排档的厨师长 来现场烹制《红楼》当中有关的美食 我们有请季厨师长为我们上菜 大家好 现在放在各位面前的是我们南京大排档 特地为大家准备的《红楼特色美食》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面前的小视频盘 红色小碟子里面的 这个叫如意糕 在《红楼梦》里面是只有在大观园除夕夜的时候 才能吃到的一道点心 同时也是我们贾母非常喜爱的一道点心 第二道点心叫鸡头米 是席人给香芸送过的食物 下面的这道点心在《红楼》里面 是《红楼宴席》上出现过的一道点心 第四道点心像金元宝一样的 秦文腐皮包 是贾宝玉知道秦文特别爱吃豆腐皮包子 然后特地为他留下了 为了讨他的欢心 吃点很好吃 中间这两道是五号炒面筋 这道菜在《红楼梦》里面 是春天里吃最应时应景的一道菜 然后在旁边它名字叫茄香 在《红楼梦》里面 是文字介绍篇幅最多的一道菜 茄子我得尝一下 好吃 我吃过了 是吗 尝一下 汤中里面是宝玉非常喜爱的一款汤 我们里面用了火腿鲜笋熬制而成 嚼碗里面是宝玉乌梅冰粉 宝玉挨了打以后想喝乌梅汤 然后我们加了冰粉 这个改良制作而成 这个冰粉挺好吃 冰粉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以上就是我们南京大排档 为大家制作的《红楼特色美食》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请慢用 谢谢帅气的鸡大厨 谢谢 挺好吃的 拍《红楼梦》的时候吧 所有我们看到的那些美味佳肴 几乎全是假的 都是这个道具师给雕刻出来的 你不能吃 唯一能吃的就是什么 花生 果然 果普 这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有个问题 走戏的时候你不能吃 就有一次我们等着不关的聊天 我们就是边聊天 我们就边手就抓上去吃上了 这王复林导演一看就急了 不许吃道具 就是让你正式叫预备开始才能吃 等真的叫预备开始了 我们所有演员 无声地反抗 都不吃了 导演急了说 你们怎么不吃了呢 您不是说不许吃道具吗 对 咱请吃吧 你们边吃的 我还有一些问题 要问我们这个专家 潘教授 《红楼梦》当中 有很多的饮食的这种描写 是不是这个饮食 其实也是我们读《红楼》的一个 挺好的一个入门的地方 确实是这样 其实《红楼梦》它是小说 它不是历史书 所以看《红楼梦》 一定要看细节 不能说我了解一个主题思想 了解一个爱情故事 那等于没看 因为曹雪芹是通过细节写的《红楼梦》 比如说吃 先不说咱们今天这几道菜 就说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刘姥姥到了大观园 她看见贾府吃饭 很多人看《红楼梦》的时候都不知道 那贾府吃饭 王熙凤是在哪吃的呢 刘姥姥一去就看见了 所以她真的很聪明 她很注意观察 其实吃饭的时候 贾母两边做的是 刘姥姥做的王夫人薛姨妈 后面做的是晚辈 但是王熙凤没有做 王熙凤她是孙子媳妇辈 她跟李婉是站在贾母的后面 然后负责给贾母夹菜 做各种准备工作 然后插课打混 就是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那些王熙凤的所有的笑话 站着讲的 贾母吃完饭了 到隔壁去漱口 然后就这个墙角盖拉 搬了一个小桌子 然后飞快地上了几道小菜 一碗米饭 一碗汤 王熙凤跟李婉就过去 飞快地扒两口 然后又去伺候老祖宗 所以《红楼梦》呢 它真正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些细节 它是体现了曹雪芹背后的用意 它也不是随便写的 比如说《茄想》 这个是全书当中 用最多的文字描写的 这么一款美食 其实《茄想》写来写去呢 它就是要强调一个 我们家就是厉害 你做不出来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削了 切成碎钉子 用鸡油炸了 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 蘑菇 辛笋 五香豆腐干 各色干果子切成钉子 用鸡汤喂了 用香油一收 再用糟油一半盛在坛子里 疯严了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 用现炒的鸡瓜的肉一拌 就行了 你是烧茄子 我拿几十只鸡 我来给你配茄子 这就是大家气象 嗯